炎炎夏日吸水是大家心目中消暑解热的方法之一 玉里正有一名男子 带着妈妈刚送他的手机到邻近的乡镇去吸水游玩 没想到回家的时候发现手机不见了 急着赶紧报案 希望可以找回妈妈送他的爱心手机 原警表示在山区摸寻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左右 终于顺利寻回手机物归原住 炎炎夏日吸水是大家心目中消暑解热的方法之一 玉里正有一位男子带着妈妈才刚刚送给他的手机 去邻近乡镇的吸水玩水 没想到要回家的时候发现手机不见了 着急的赶紧报警 希望可以找回妈妈送给他的爱心手机 应该手机对报案人意义重大 本于同理心就利用情查时段摸黑到轮天蓝沙坝寻找 并沿路拨打手机号码 终于在下山300公尺草丛里 听到手机铃声 经确认后通知报案人引回 原警和静荣表示 男子到所报案寻求协助 心急地表示说手机是妈妈送给他的礼物 对他来说意义非凡 并且手机内部储存相当多重要工作资料 也有许多家人出游或是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 另外由于最近也吸水事故频传 本所也在此呼吁民众汽水时 务必注意安全 不要让小孩子独自汽水 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原警说在山区摸黑寻找大约一个半小时左右 终于顺利的寻回手机物归援助 再次也呼吁民众东西遗失的时候 要尽快到当地的派出所报案 派出所可以及时协助找寻 以降低财产的损失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